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 一起到肯德基里面看看 我现在是在东莞的虎门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大陆的肯德基 看看环境如何 看看价格如何 看看有哪些好吃的 OK, Let's go 直接从二楼下来 一直往下看了 二楼很小了 有五六个桌子 一个洗手间 那用餐的话主要还是在一楼 前面就是点餐收银台了 这个肯德基提供在线点餐 也可以到收银台点餐 肯德基同样提供外卖跟糖食 并且提供一次性塑料吸管 听说台湾那边不再提供塑料吸管 或者说用紫吸管 这个真的很环保 那接下来看一下有哪些好吃的 看看价格怎么样 哪一边的性价比比较高 先扫一下手机自助点餐的二维码 定位到店铺地址 然后进入到下单页面 肯德基在各个区品类可能有点不同 那在大陆这边还是主要以油价 跟汉堡为主了 大部分人的饮食主要以零食 或者说主食严习为主 不过对这样的价格 对一些中老年人来讲的话 肯定是会比较高的了 肯德基里面的价格 对我个人来讲 作为快餐嘛 这个消费级别 这个消费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随便进店的话都要30以上 饭量比较大的可能要四五十才能吃饱 65块钱的双人餐 两个人吃应该是不够吃的 一个汉堡的均价大概20块 一对鸡吃11块5 薯条大份的话是13块5 中份11块5 小份8块5 那在网上趴了一下 大约是大份140克 中份115克 小份的话85克 但是服务员不会去撑的了 凭感觉装 有的时候装的多 有的时候装的少 饮料均价差不多是12块钱这样子 可乐大杯11块5 中杯9块5 小杯7块钱 这个应该是肯德基里面卖的最便宜的饮料了 奶茶跟咖啡的价格就会高一些 里面的拿铁超大杯是22块 大杯19块 中杯16块 目前大陆有很多类似的肯德基 麦当劳这样的西式餐厅 比如说华莱士 德克斯 麦肯基 汉堡王 当然还有很多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档口 1987年11月12日 肯德基中国第一家门店在北京开业 2019年的时候 店铺数量达到6500家以上 2019年全年 它的营收额达到87.8亿美元 同比增长4% 大概利润有7.13亿美元 最后我在这里点了两杯中壳 还有一个小拼盘 我加一个冰淇淋 一共是62块钱 大家觉得这个价位如何 你能接受吗 这个价格比你在当地是高还是低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